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 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 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有请主角 最近很流行一个词 叫草根逆袭 其实草根逆袭 这种事不是现在才有 这个词在古人身上 就得到过验证 话说清朝末期 有一位穷小子 父母双亡 没钱草板婚事 只好做了一大户 人家的倒叉门女婿 他想建功立业 光咬门楣 却遭遇了科举三连败 郁郁不得志 过了长达十二年的 寄人篱下生活 一直到四十岁 他才得以出山 步入世俗 可是刚想要大展拳脚 却有险些丧力 快五十岁的时候 他终于重拳在握 最后 他镇压太平天国 收复新疆实地 大岛西北开发 推动洋务运动 最终成为了一人之下 外人之上的朝中重臣 这个人相信不用我多说 您就知道他是谁了吧 没错 他的名字叫 左宗棠 和左宗棠一样 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角 也是名不见经传的草尊 但是却靠着一门特殊的才艺 走上了人生巅峰 他们是谁 又有过什么样的传奇经验呢 在舞台上 他是一位 能用肚子说话的搞笑达人 昨天晚上笑得还有点晕惊 你给我烂点淘汰 在生活中 他是一位秉承人心人数的 快乐医生 他叫孔德丽 十年苦恋 他拥有一人分世五角的 富与绝技 我脚臭 有请富与达人德丽 与手偶搭档 欢乐同行 有请本期主角 您好 欢迎您 大家好 我叫孔德丽 来自浙江宁波 是一名医生 还是护肠科医生 副厂科的男医生不多见 刚是您在说话吗 是我 是我 安静会儿 不是 你这还带了一个人来 是怎么着 哎呀 对呀 不是 你还带了一个 你叫出来呗 干嘛这是 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而且还是个大腕 我得亲自去把他给请出来 这么回事 赶紧 在这 你把大腕装箱了一会儿 必须的 来 出来吧 我要 出来 我要 出来 哎哎哎哎哎哎 你怎么咬我呀 哎呀 人家害羞啊 来 掌声鼓励鼓励 害羞 哎呀 听见掌声没有 来来来来吧 哈喽 大家好 欢迎订阅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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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女后王杰克 来自花果山水莲洞 前面这三位嘉宾老师都认识吗 哎呀 哎 这位我认识 哦 您知道他呀 哎呦 国内重灵的护产科专家 徐多黎女士 嘿 人家是男的 徐女士的儿子 马丁哥哥 哎呦 吓我一跳啊 马哥哥 你好 能不能带我到您妈妈那看看链 哎 你怎么了 我妈妈是智不孕不育的 哎呦 最近呢我告诉你我怀孕了 啊 看到这个人就想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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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已经怀孕了就不用去看了 中间这位漂亮的姐姐知道吗 哎呦 人家是美了于智慧的化身 用周星石美人以领的台词 她可是我见过最美丽 最美丽 最脱俗 最脱俗 最智慧的女人呢 不对 应该是李神 好会撩 对对对 最后这位呢 长得有点吓人 干啥呢 人家是著名的心理学家 雷鸣 雷老师 你就是雷老师 久仰久仰 不是你这意思是我的知名度 没他们俩高呗 我常看电视 就是重视颜值高的 嘿 长得丑 心理学家 一天当晚 竟给人类治理心理疾病 你也不说给我小猴子看看 你这个人可不能种族歧视 一会儿我就给你开点药 我让你好好吃 得对猴子的 你也知道这什么下场 小猴子太厉害了 今天来到这儿 这么多的好朋友 还有嘉宾老师 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 哎呀 接下来呢 想邀请我的二师兄上来 给我完成一首歌曲 二师兄也来了 二师兄在哪呢 我看看啊 哎 这个肚子挺大 适合是你 马老师啊 对啊 我是火眼金鸣 就是你 上来 哎呀 给他带上一个小道具 这样的话 他就能显示出他上辈子的真面目 哈哈 好嘞 三 二 一 转身 接下来你给二师兄表演什么节目啊 哎呀 擦擦一段好听的歌曲 是吗 一起来 呦呦 哎 挺欢的啊 二师兄你再来 二师兄 爱了就别伪装 哇 你是了也跌堂皇 打算 不管未来怎样 到我了 你都要到前天下 有个明天你的心 依然还在撩满不错 我愿意承受着很爱陪着你 把他一片片地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 在那呢 每天都是一座心 Come on 无论清晨了门或多力气 这主角 是你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 有时天清有时意 今天之后 我会告诉你 在那呢 我爱你 上个彩虹的美丽 谢谢 谢谢 神啦 这猴子真能说话吗 答案是 当然不能 可是如果这猴子不能说话 那声音又是由谁发出来的呢 这莫非是 这莫非是金庸小说天龙八目里的 传音 传音入密 其实这传音入密 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还真的存在 咱们今天的主角 孔德令 就是一位奇人 不用张嘴 就能用肚子和鼻子说话 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叫 赋语 哎呀 昨天晚上下来还有点晕筋呢 你给我烂烂淘腿 怎么样 神奇吧 那么神奇的赋语术 孔德利是怎么学会的呢 其实孔德利学习这门才艺的时间特别长 将近有十年的时间 刚开始 关着门 在房间里面疯狂地练习 或者 是趁着午休的时候 在办公室里面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学不太像啊 这个吓人是有点吓人 声音很奇怪 动静也很大 也经常引起身边人的意欲和不满 有人说 这不是精神有问题吧 还有人说 那是不是疯了 为了不吓到他们 他把自己练习的地点 选在了公园的一个小山上 自然成功地避开了人 这没想到却招来了 他生平最怕的一种动物 狗 说着有一天啊 他像往常一样 在山上练富 突然间觉得自己的后腿 被什么东西拼命地拽了一下 不看不知道 一看 真要命啊 一条半人多高的大黑狗 就那种农村里的那种土狗 这种狗就是拉到动物园里 能把这狮子老虎给吓一跳 二话没说 这孔德力是撒腿就跑 可是没想到 这农村的狗 那一般都是团伙作战 他自己没跑几步啊 前面路口又有七八条狗 冲了翁翁翁翁地扑了过来 他赶紧跳到了一棵歪坡树上 使出了吃奶的尽头 使劲往上爬 可是这些狗 我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冲着上面是嗡嗡嗡一顿叫 有的呢 还试图爬上来咬他 当时孔德力抱着这个树啊 这楼的比亲妈都紧啊 浑身是一个劲的多少 跟这些狗足足僵持了十多分钟 最后终于被路过的人发现了 把他从狗的包围圈里面给解救出来 从树上下来的时候 他这两条腿啊 都已经不听使唤了 新买的一条裤子 也被磨了好几个大洞 膝盖还渗着血呢 从此以后 他每次上山练习富裕 出门必带一根打狗棍 结果即使这样 也没有打消他学习富裕的念头 看到这里 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很疑惑呀 他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 这为啥非得练习富裕呢 其实舞台上活活开朗的孔德丽 是一个很自卑很自卑的人 小时候孔德丽家境优越 但幸福的生活 在他十二岁那一年戛然而止 爸爸生意失败 抛下家里所有的一切离家出走了 家里的债务和孩子都丢给了妈妈一个人 有一天晚上 三岁的弟弟哭闹着要吃煮玉米 妈妈就出去给弟弟买 但妈妈出去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原来妈妈被债主绑架了 年幼的孔德丽看到过妈妈被绑在电线杆上 看到过债主一次又一次上门要债 看到过别人的指指点点 而对于我们来说最为期盼的春节 对孔德丽来说却是最恐怖的恶梦 因为每年到过年 债主们都会上门在他们家等着要钱 甚至在他们家一住呢就是几十天 所以童年给孔德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她自卑无助 身边也没有一个朋友 她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所以没人说话 她就自己和自己说话 不开心的时候 她就用富语逗自己开心 她希望有一天 能用富语去编剧一个充满欢乐的童话世界 用它来治愈忧伤 用它来释放心情 那么她的梦想做到了吗 故事很精彩 但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 怎么出的声 哪出的声 对 其实人一说到富语嘛 是不是 就以为是肚子讲话 对啊 马老师 你肚子那么大 饿两天 咕咕叫肯定也会说话 不要再捣乱了好不好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富语数富语数 就是在嘴巴不动的情况之下 肚子用力 鼻腔共鸣的一种发音的技巧 像这样 对 让人感觉到跟你的声音有本质的区别 嘴唇不能动是吧 对 谁都没听懂对方说什么 今天呢 我给桑林老师一个人准备了一个小手偶 哦 好 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来好吗 老师们还每个人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还要准备一根筷子 我们先做一下示范 首先你要把这个筷子卡到自己后掏牙的位置 比较出气出声 出声 用一点鼻音 哎呀 马呀 哎呀 马老师还有点意思 鼻音很不错 共鸣很好 而且我有口音 中文人 哎呀 哎呀 标准 哎呀 哎呀 几个 哎呀 哎呀 用一点自己的假音 今天呢 我给大家还带来一个 平时我们生活中 不常见的一种 富裕表演的形式 来 尤其我的道具 来 Music 这是 画画画板 刘老师 我想 给您画一幅画像可以吗 没问题 帅一点就行 好 摆一个最帅的姿势 这是我 别着急 刚开始啊 我眼镜呢 别着急 这鼻子像橙龙 我嘴那么大呢 嘴大吃四方啊 完全什么都看不到 最周的眼睛 哈哈 哈哈 OK 胡胡子 胡子是吧 胡胡子 哎呀 哎呀 对对对 大家看啊 这个抽象派雷老师 就这样啊 雷老师您觉得像不样 你要是画我的脸 你刚才让我摆姿势干嘛 哎 摆姿势呢 我想看一看 你想展示给大家这种怎么样的feel啊 他眼睛会动哎 好诡异啊 哎呀 我比你帅多了 哈哈哈哈 你怎么还会说话呀 对呀 我看到这样的人闹成雷老师 我对他有意见 哎 我是冒充的 哎呀 你看 看把我们那个李老师给吓的好不好 你这个眼睛太诡异了 把你擦掉 哎 我还有嘴 我要说话 嘴也擦掉 哎 这种毒胖有多少 这我没见过 刚才你画画的我没见过 你有多少 你肯定没见过 因为我现在是注册在美国富语协会的一名富语师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是跟世界同步的 魏大师在一块开会 是不是基本都不动嘴 哈哈哈哈 一屋的人大家想象一下 一屋的人在说话 一个人嘴都不太动的 诈一地子以为是鬼片 对 其实 其实我觉得有明显的这种依赖 比如说我 我玩富语玩了小十年 我一些时候都不太依赖自己的嘴巴 而且我唱歌的时候 比如说 之前去去K歌 他要唱歌了 来来来来 还想唱吗 他要唱歌了 当然我今天想挑战一下自己 对吧 因为平时自己拿完我唱歌太简单了 我想邀请四个观众 同时加上自己的声音 我五种声音给大家 来完成一小段歌曲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 帮你唱歌看 让我送他回家 听说你也曾经还想过 感情他想接红了之后 你说你总不会嫁妆 却让我别太少放弃他 怕我去还说唱一段笑话 然后笑这次一让一唱 我们怎么在乎他 贴皮他全都落下 也等他越小心 永远的孤导回答 怕的他 怎么想应该继续才怎么 还是说他就三两八 他一家 想也许念得好 让青青好好地放个家 让你我不相信 永远的孤导的孤导 挑战的孤导的孤导的孤导 其实我还会业余地 跟随一些爱情的志愿者 到雇物院里面 去给那帮小朋友表演 一个小女孩叫玲玲 五六岁的一个小女孩 是先天性的一个白内障 眼睛看着人就特别吓人 他周围跟其他的小朋友 他都是有隔阂的 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样子 也怕吓到别人也很自卑 所以说每次去表演富裕的时候 我就让他多在这网友这边 耍两下 多教点他富裕的这种技能 后来每次去用这个东西 给大家表演的时候 小朋友们相声性的掌声 还让他觉得特别的开心 他有了一种跟别人之间 建立平等交流的这样一个桥梁 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也特别的幸福 正是因为童年有很多不开心 童年我记得 我爸爸喝醉酒有时候 把我妈妈打走 然后我下学的时候 会背着我弟弟去一条街一条街找他 就知道童年那种不开心 是什么样子 我就觉得这些小孩 被他们的爸爸妈抛弃了 是一件跟我同病相连的事情 我不希望他们的童年 有我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希望力所能及的在我身边 最起码可以让他们的童年开心一点 想不到你会伸出双手 抓紧我的手 带着我走的出口 仿佛允许时间倒流 天长地久 给我不放弃一个理由 我们的梦想都放在前方 对于孤独自闭的孔德利来说 富宇是他与这个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 让他实现了自我救赎 给孩子们传递了笑声和关爱 甚至让他从一个普通的妇产科医生 逆袭成为了舞台上光彩照人的表演博星 微小但不渺小 和孔德利一样 我们接下来的这位主角 也是一个草根达人 他曾经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 却能用一根轻盈的羽毛 支撑起三十斤的蚀织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看 这是一场令所有人窒息的表演 一根小小的羽毛 压住三十斤的平衡 这是一位家庭主妇创造的记录 才短短半年的练习 就超越了日本大师 有情主角钟荣芳 为您讲述 一根羽毛的神奇 一根羽毛的神奇 您好 大家好 我叫钟荣芳 我是一位平衡大师 钟荣芳一上场的时候 就手上拿着一根羽毛 所以这个是您接下来 要带给我们的表演 是吗 对 是我表演需要用的道具 这是普通羽毛吧 对 就普通羽毛 什么叫平衡大师啊 就是这个羽毛 它虽然很轻 但是它可以把一个很大的一个庞大体系 支撑起来 所以练习这个您花了多久的时间 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我明白了 它以前肯定练杂技的还是练舞蹈 都不是 我是灵基础 别说越神了 那这样我们先欣赏一下您的表演 可以吗 好的 好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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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 你这个表演是原创的吗 这个不是我原创的 也是我在网上 一个舞蹈家叫 志田美戴子大师 我看了他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就开始自己琢磨 就模仿他的 然后我在他的基础上 我添加了我的创意 两根牙签和一根羽毛 相当于原来是一个 平衡的一个体系 后来我创了 就是一个立体的体系 要知道 十五根树枝可有三十斤重啊 而羽毛却微不足道 这羽毛是怎么支撑起树枝的呢 完全零基础的它 又是如何练习成的呢 相信此时电视机前的您 一定和我一样 有很多的疑惑和问号 即使这所有的一切 都要从一个赌注说起 四年前的一天 钟荣芳的儿子在看电脑 还时不时地发出惊叹声 这儿子看的呀 原来是一位平衡大师的表演 屏幕里 一位东方念孔的演员 用一根羽毛和十三根树枝 搭出了一个让人惊叹的平衡体 就像是一艘巨轮 更神奇的是 当他拿下羽毛的那一瞬 巨轮轰然倒塌 看着儿子崇拜的眼神 钟荣芳就开玩笑地说 儿子 您信不信 妈妈也会这个 这儿子 当时就像看小丑一样地 看着妈妈 满眼地质疑 因为在她的眼中 妈妈 那就是一个24小时 为儿子服务的全职保姆 洗衣 煮饭 收拾房间 那距离平衡大师 那比那十万八千里还要远呢 那怎么可能呢 看着儿子一脸的质疑 钟荣芳的倔脾气 一下子就上来了 哎呀 这当妈妈的 还真要练一个给你瞧瞧 她开始查资料 了解到 原来这位东方面孔的演员 叫做智田美代子 是日本的一位平衡大师 在欧洲 有着二十年的表演经验 钟荣芳就开始 一边搜集平衡表演的技巧 一边研究这智田美代子的视频 但是和大师比起来 钟荣芳完全是零基础啊 甚至在第一关 道具制作方面 就让他栽了个跟头 梅代子大师用的羽毛 是鲜鹤的羽毛 那这上哪找鲜鹤去啊 钟荣芳就只能推而求其次 两块钱 在网上买了一根鹅毛 接下来是梅代子表演时候 用的树枝了 那是什么树呢 没见过 钟荣芳是走遍了成都 大大小小的市场 也没找到 最后只能去河边捡一些铁树枝 硬度是够了 可是上面全都是看不见的小刺 结果这还没把树枝打起来 他的脸上头上 都没那种小刺啊 扎的全都是伤口 不得已 钟荣芳只能每次戴着头盔和草帽联系 结果因为样子太搞笑 儿子常常在旁边笑个不停 但是夸下了海口 那就得做到 钟荣芳每天都在拼命地联系 因为天生的平衡感好 再加上他从容平和的心态 你别说 才练习了两三个月 他就能打起五六根树枝了 老公原来把这事当玩笑 可是看到妻子的表现 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于是发动了强大的亲友团 帮妻子找到了 每一代子大师用的棕榈芝 有了顺手的道具 钟荣芳的练习也开始加速了 可就在他以为要大宗告成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个卖不过去的坎 在他挑战第九根棕榈芝的时候 刚刚把树枝打上 整个骨架就突然失控 啪哒一下坍塌了 再打一次还是不行 再打还是失败 就这样 钟荣芳足足试了一个礼拜 打一次塌一次 手上磨的全都是茧子 脑袋更是被二十多斤的树枝压得是青一块紫一块 这让钟荣芳是渐渐打了退堂鼓吧 这个时候老公出现了 他故意嘲笑说 看吧 那我就说你练不了 这才坚持几天呀 你就打退堂鼓了 哎呀 就你这当妈的啊 还和儿子打赌呢 这话虽然不好听 却一下子点醒了钟荣芳 是啊 这本来练起这个羽毛平衡 就是为了给儿子做一个榜样 我这样半途而废 那不是反面教材了吗 钟荣芳咬着眼 拿起树枝继续练 后来他都明白了 第九根难 这难就难 在增加的这根之后 之前搭建好的平衡系统 会被全部打破 要想保持这艘巨轮平衡 就得重新找整个体系的平衡点 而增加这一根的难度 相当于搭建前八根难度的三倍 记不清楚又失败了多少次 更是记不清楚头被砸晕了多少回 钟荣芳终于迈过了第九根这个卡 最后搭出了十五根 比梅袋子大师还多出了两根 当看到妈妈从容地取下羽毛 十五根树枝轰然倒塌那一刻 儿子惊呆了 从他睁大的眼睛里 钟荣芳看到了认可 看到了儿子满满的崇拜 在羽毛平衡的表演当中 每个人对于这根轻飘飘的羽毛 都有着不同的解读 在钟荣芳看来 这个羽毛其实代表的是他自己 一名家庭主妇 很多人都觉得可能微不足道吧 但他们就像是这个羽毛一样 居称着全家的平衡 正所谓轻雨在 骨架在 轻雨落 骨架落 钟荣芳正是用一根羽毛 书写着家庭主妇的传奇故事 但我不明白的是 你为什么这么顶真 有时候你说家里 父母和孩子说 你这个会 这个当然会了 那我随便弄弄 这个是戏言大家开开玩笑的 你为什么对儿子的这么一句承诺 你会顶真到现在 是这样的 因为我儿子呢 他很小 就相当于 就比较出名了 也算一个小明星吧 所以他在家里呢 就比较骄傲 就是我们家的小房地 我前面相信你 我希望你下面也不是吹牛 今天我们把儿子也请到现场来了 来 有请儿子上场 帅啊 你刚刚不是质疑来着吗 宗妈妈绝对没有吹牛 我看到你儿子的表演八个字 眼花缭乱 木灯口呆 而且我认为他们家还有一项世界纪录 你看 妈妈静态 儿子动态 这绝对是世界最平衡 还真是 一个静一个动 问我儿子 你怎么称呼你 我叫沈 可以叫我沈阳毅 沈阳毅 我们叫小沈好了 小沈同学 你学这个花样抛球学了多久了 花式抛球怎么说呢 学了多久 有点数不清了 我也没认真计算 几岁开始学了数不清了 大概是八九岁吧 我现在还没满十六岁 七八年了 我们那边 很多人都喜欢玩啊之类的 有一天呢 我爸和我妈出去打球 然后呢 我们捡球 捡着捡着 我学人家马戏团在那抛球 然后呢 我就这样觉得挺好玩 抛啊抛啊抛 抛了差不多半年左右 我就能抛六个球了 你自从你父母 发现你的这个潜能以后 有没有送你到正规的 这一些训练班啊 甚至院校去培训呢 因为是全世界 有三个世界冠军 他们都是抛七个球 而中国还没有人抛 所以我抛到六个球的时候 其实全中国 已经没有人教我了 那个时候呢 我爸爸看我 还差一个球就能打成世界纪录了 他就专门强化我兄弟 哇 原来你背后还有一个教父啊 对 我们也来见见这位神奇的爸爸好不好 有请 欢迎沈爸爸 哇 太了不起了 培养了一个世界吉尼斯记录的冠军儿子 然后又把夫人生生在家练成了一位平衡大师 那问一下这个沈爸爸 平常自己在家里教他训练 除了练这个花式抛球之外 还练什么别的吗 是这样的 就我把小孩带回家是自己教的 他不上学是吗 对 他没有去学校 所以我在家里花了两年就把小学学完了 然后让他去学跳级上初中 但学校不支持不让他上初中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 正好他不是玩球吗 他现在有一个问题 你会感觉到风险很大 因为其实抛球这是他的业余爱好 哪怕拿到世界记录 我想以后也是不可能当饭碗的 那么作为父亲是不是有点对他不负责任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研究了一下 抛球在国际上它是一个很热门的 甚至于著名的什么太阳马戏团 如果他要去的话 甚至他才可以去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可以成为饭碗 那么文化学习呢 那么人化学习我们没有丢 他现在之所以没有去这个外国的杂局来 或者太阳马戏团或者什么 就是我觉得他 我不想让他丢掉学习 反正他这个范围已经定了 就可以寻找自己的理想 如果他将来想当一个什么物理学家 想当一个科学家 想当一个什么创业者 都可以去发展 而且在发展的时候 万一不行 实在不行 再说这相当于是他的退路 我有另外一种担心 我倒不担心说他一定要在学校读书 拿多高的分数 那个本身就是一种大众教育 义务教育的一种范围 我担心的是 他不在学校里跟孩子们一起 跟同学们一起 长大 他没有普通的回忆 没有儿时的玩伴 我可以到体育层啊 公务员啊 包括他的周围的玩伴啊 学生都可以多交流 甚至他的交流的时间 比在学校里边 就是正常上学的 学生的时间还要多一点 但是 这样的 对对对 然后嘛 这个没有问题 对 你确实保证了他 比如大量的在户外运动的时间 然后去放风筝去游泳都可以 但是他是跟您在一起 他不是跟同龄人在一起 我是尽量让他跟小朋友 那小朋友们那时候都在上课呀 上课 课余之后嘛 我想听儿子说 你现在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 你现在快乐吗 快乐啊 而且你认为 不影响你和玩伴的交流 可我跟你说这肯定不影响 我的朋友 我感觉我的朋友很多 我觉得周围 我的朋友应该是 跟同年龄的比起来的话 我的朋友应该是最多的 说心里话的朋友有几个 心里话的朋友啊 这个 说实话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心里话 我一般都是跟我爸说心里话的 那你有喜欢的女生了吗 这个我只能说还没有 那你有喜欢的女明星吗 你别回头看妈妈呀 其实我想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马丁老师明白 就是 因为你知道就是 当孩子长期只跟父母亲 单独在一起生长 当然你会比普通的孩子 获得更多的父爱母爱 那个家属的亲密关系 会比普通的家庭来得更为密切 但是与之而来 我也特别担心 就是他的知心的朋友 只有父亲跟母亲 他回答每个问题的时候 都会习惯性地回头 看爸爸妈妈 你让孩子 一在家庭里 可能对父母的依恋过多 他多多少少都会 与同龄人稍微有点脱节 说实话 我能感觉出来 我说这番话的意思只是说 他既然已经具备了别人没有的东西 那父母可以给他一些 别人也容易得到的 更多的一些东西 对他来说可能更好 我们当初的生活是很困难的 甚至于我在万不得已 我卖掉了房子 很辛苦 就自己挣了钱不够那个 不够支出的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卖房子 那你现在怎么住呢 你们一家三口 你在很小的一个房间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当初就是说 生活比较拮据 我觉得不行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方法 考虑了人生之后 我觉得做了一个赌注 就是我把房子卖掉 然后我把我的儿子培养的 尽可能的阳光快乐 而且成功找到他的个性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你卖掉房子的钱 主要是为了培养儿子 包括教育 对对对 刚才我跟小峰上场就说了 您夫人是一个大美女 说的没错吧 对 您儿子又这么聪明漂亮 我就不知道 您有什么过人之处 有此福分 我我觉得 我老公很聪明的 他也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 老公也创造了世界纪录 我就说嘛 咱必有过人之处 要不然怎么能压住你们呢 对不对 他是我们家老大 老大 老大有什么更精彩的过人之处 他是叠保龄球 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太厉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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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太厉害了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一家三口联合表演一个节目 而且这个节目如果表演成功的话 那绝对是你们家庭原创 对 你知道这个 他都不怕别人去剽窃他的创意 因为你剽窃也没有用 最终我们家只能我们三个人来完成 有道理 不可能说一家三口全部会表演 对 不可能 现在正在想一个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期待着 早日看到你们全家精彩的表演 好吗 也谢谢你们今天来到原创组 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 苗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这首赞美苗花的歌 曾经风靡朋友圈 在没有接触平衡树之前 钟荣芳就像是毫不起眼的青苔 在角落里默默地生长 但就像青苔向往着同牡丹一般绽放一样 钟荣芳也向往拥有绚丽的人生 最终 最终他用一根微不足道的羽毛 从一位家庭主妇 逆袭成了平衡大师 让我们领略到了轻盈的力量 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人生可以平凡 但不可以平庸 也许我们大部分人 终其一生 都是平凡的普通人 如同微小的弹险 但只要努力绽放 我们就能拥有春天的色彩 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也能不负此生 努力地活出自己的绚烂 感谢收看今天的有情主角 我们下期再见 百鱼首单群 称霸广场舞榜单 他们是最终一气儿的 广场舞第一地团 大庆小邦 一首窗外 火遍大江南北 人们在被歌曲背后的故事 感动的同时 也记住了这位歌手的名字 李琛 梦中女孩